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个是挖掘遗忘的角落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遗忘掉自己的经历 可是你通过挖掘 通过回忆 可以把它找回来 巴金一生就爱过一个女人 那就是陈运真 她大陈运真13岁 她32岁的时候 陈运真19岁 是一个上海一个中学的女学生 她给巴金写信 巴金给她回信 巴金那时候已经有家春秋问世 已经名满天下 每天收到无数的信 她就给她回信 更巧合的是 不久以后 她跟另外一个作家 静怡 一起到陈运真的中学去开讲座 两个人就认识了 然后长达八年的恋爱 三六年开始认识 一直到四四年 才结婚 在重庆结婚 陈运真的法语非常好 她到街上去买了四个玻璃杯子 然后巴金亲笔写信 向一些好朋友告知 就说他们两个结婚了 就这样子 而这个时候 巴金已经几岁了 四十岁了 陈运真多少岁了 二十七岁了 漫长的马拉松恋爱 然后这一生 一直到1972年 陈运真在文革中间 人家是只斗巴金 可是萧桑 他的笔名叫萧桑 处处紧跟着巴金 因为巴金的生活能力很差 表面上他大 他十三岁 可是他生活一步都离不开 这个萧桑 萧桑这种母爱 在他的丈夫身上达到了极致 处处保护巴金 所以说 七二年他就得了肝癌 肠癌 五十三岁就死掉了 可是巴金就活了一百零几岁 活了他的老婆的一倍多 他后面的半个世纪多 就一直沉眠于 怀念妻子的过程中 他经常睡梦中就做梦 经常就被梦惊醒 然后有的时候 就是那种幻听 就叫儿子去开门 说你妈妈回来了 对这个妻子的感情 非常非常的深 写的第一篇的回忆的文章 叫做怀恋硝伤 非常长 他写了五个多月 从1978年8月13号开始写 写到了79年的1月15号才写完 然后他在1984年 又写了在意硝伤 在意硝伤比较短 怀念硝伤很长 为什么呢 他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 他的眼泪就模糊着眼睛 就痛不欲生 悲痛欲绝 就放下笔 平息了几天以后再写 那么你们要看这两篇文章 晚上搜索很简单 或者建议你们以后逃书的时候 有逃到八经的这个水响路五本 五本冲起来也就这么厚 老人家薄薄薄薄的 一小册子一小册子五本 二十多万字喝起来 都收在他这个集子里面了 你们找来看一下 这个感情男女之间的情爱 在八经来说是一个版样嘛 第四节回忆就讲完了 第五节讲想象 想象是写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 没有想象几乎就完成不了写作 第一点 想象的三要素 表象重组到新意象 想象心理学家跟社会学家合作 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中国今天的学生的想象力 将和日向 最好的是小学生 最好的是幼儿园 小学生你看看 老师在黑板上画一个圆 小学生会想到太阳月亮镜子 呼拉圈圆圆圆的嘴巴 成佩斯的光头 到了小学生那里 变成了萎缩成了水井 茶杯车轮 到了中学生那里 只剩下一个零 到了大学生那里 极其沉默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我这里特意做了一个 这个课件的图片 找了一个猪都在那里看书 看到没有 猴子也在那里生思 第二点 想象的方法 想象的方法有四种 第一种 就是从抽象到巨象 这个生山禅古寺 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是吧 一幅画 只画一个小和尚在河边挑水 一个台阶 蜿蜒上 生山里面 不要画寺庙的一砖一瓦 寺庙已然出现 这就是 抽象变成了巨象 那我这里选了一个小和尚 连挑水都没有 有小和尚肯定就有庙嘛 它是空宣来风啊 它平地刨出一个小和尚啊 而且这小和尚多好 非常的慈眉煞目 天真无邪 阳光打在它半个脸上 对吧 还有一个 就是 有老师 叫你做周文 叫野渡无人周志恒 是吧 野渡无人周志恒 这画面上是一个小船 一夜偏周 对吧 有船就有渡口 第二种想象是象征想象 象征想象 你们有没有看过撒迦班 有看过吧 看过 里面有这个著名的一段唱段 就是郭建光唱的 要学了 太山顶上 亦轻松 其中这里面有一句很高的高腔 唱到那里的时候 必定会鼓掌 那没有几个人能够唱上去的 那这个郭建光 就这个扮演 新世军排长的这个演员 他就能把这个高腔唱上去 这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人 松树 都是具象的 可是 把人变作松树 就是抽象的了 是不是 想象的第三种方法 类比想象 就是从此具象到笔具象 从这个具象到另一个具象 这就说的是联想 作家秦牧 他善于以小见大 他荣树的梅染写道 松树使人想起智氏 发椒使人想起美人 修足使人想起赢者 槐树之类的大树 使人想起将军 而这些老荣树呢 他们使人想起智能 慈祥稳重 而又饱经沧桑的老人 为什么呢 因为老荣树有气根 气根就像老人的漂亮的胡须 梅染就是胡须 染 比较长的胡子 所以说那个老生都挂一个染口 对吧 那么我告诉你们 荣树有二三十种品种 你们在福州的市区里面 建的最多的三种 白荣 红荣 大叶荣 偶尔你会建到高山荣 高山荣移植到城市来 多数的就是红荣 白荣 红色的红 红荣白荣和高山荣 而红荣不长胡须 没有气根 白荣和高山荣都长气根 也就是说 荣树品种中间 不是所有的荣树都长气根的 大叶荣你们 大叶荣好像我们校园里面就有 有没有 叶子比较大 那个叶子有点像白玉兰树叶的 一半大 造型有点像 大叶荣 那这个 尤其像这样子的荣树 你们看 这个树冠巨大的 这个直径很大的这种树 这种树 都是白荣 白荣 那有的人不懂的 包括胡州过去 有个很著名的 专门画荣树的画家 他以为说 长胡须的荣树是公的 不长胡须的荣树是母的 No 具象还有一个很著名的 就是这个 这个月落屋题的这个意境呢 就是这个具象 非常非常的具体 以至于到了今天 还有人在学它 在仿校 那就是毛铃的一首歌 叫什么 涛生依旧 你们有没有啊 我这张旧船票 还能不能登上你的客船 客船是吧 那么 就是这种的具象 在我们的唐诗里面 在我们的诵诗里面 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 但是今天刚才讲了 一代不如一代的 大学生的想象力很差 他这个想象力就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他睡不着觉 夜半钟声 实际上这个钟声指的什么 就是指和尚庙里面的和尚 敲钟了 要起来做早功课了 天没亮 就开始要起来了 所以说 这时候 他正好听着寺庙里的钟声 发现又一艘客船到了 也就是一个落板的这个学子 他夜不能寐 辗转反侧的时候 来了这首诗 那就是说 科举制度如果说 有一个好的话 那就是说 让这个落板的考生 创造出这么优美的诗来 第四种 也是最后一种想象的方法 那就是从已知到未知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 还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就是 中国的短篇小说之王 蒲松林 笔下的 聊哉字意 它里面写了很多很多 读着已知和未知的鬼神 你看见的 已知的 她是一个美女 你却不知道 她是一个狐狸精 她是一个妖怪 蒲松林的笔下 再怎么把这个狐狸精 写得美好 你想想一下 你怀里搂着 是一个狐狸精 不寒而栗呀 只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才知道它美好 所以说 已知到未知 这个过程 是美好的 结果 却是不美好的 第六节 叙述 创作从观察开始 我们第六节 就要讲到叙述 叙述是对人物的出生 经历和事实 事件发生 发展变化 结局的技术和诉说 继续和诉说 关键的是它的过程 比如说堵车 你要找出它为什么堵车 人们在堵车过程中间 最关心的是什么东西 你这些叙述要满足 这个作家 评论家洪子成 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他是广东人 我听过他的课 他写过文学与历史的叙述 这本书挺好 05年版 图书馆应该借得到 你们可以看一看 有空的话 叙述 第一点 它的要素 六要素 跟那个新闻六要素一样一样 时间 地点 对象 事件 原因 结果 你要写出来 我讲过的 战国时期 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地理著作三海经 三海经一共18卷 里面就写过一个鸡公国 鸡数的鸡 公 公二头鸡啊 这里就做鸽脖奖 鸡公国 什么意思啊 这个国家的人 都是一个胳膊 三个眼睛 造物者好像为了弥补他 扫一条手一样 他给他三只眼睛 鸡公国 文章非常短 鸡公国 其名善为机巧 以杀百勤 人为飞车 重逢远勤 他这里面 除了没有时间 地点 对象 事件 原因 结果都出来了 地点鸡公国 对象 这个国家的人民 事件是怎么 他手很巧 会制造很多技巧的东西 以杀天上的各种各样的飞行 甚至他会造飞车 能重逢远行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飞机 是不是就是从鸡公国的飞车来的 三海经里面的北山经里面 有经卫填海 这里面就都知道了 是不是 炎帝最小的女儿 少女 少女就是小女儿 叫吕娃 吕娃喜欢游泳 喜欢到东海游泳 因为炎帝是南方的帝王 是吧 黄帝是北方的帝王 他这个小女儿喜欢到东海游泳 有一天 溺水而完 然后就化为精卫 为什么 他叫的声音就是精卫 精卫 精卫 叫精卫掉 他老去去 咸山上的石头 填到这个海里去 咸山上的石头 木头 填到海里去 同样是没有时间 但是其他的五要素也都有了 这个叙述一定要有这些要素 第二点叙述的人称 叙述的人称很简单 这你们在高中都学过了 这里再强调一下 就是三种人称 更多的时候 在第三种人称 在叙述的过程中 会把第一种人称和第二种人称揉进去 或者在第一人称叙述的时候 会把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揉进去 但是我们前面讲的精卫填海和激公国 都用的是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是最客观的 你的笔墨可以很自由地展开来 它的不足就是 个人的内心意识活动 你要注意把握分寸 你不要跃足太刀 自以为是 瞎写一通 第三叙述的内心 第六节的叙述 内心就两种 就是详续和略续 你们在写任何一篇文章的过程中 把握住详略得当 这篇文章就可以写出好文章来 详续尽量地细化 对事件的过程做具体的交代 可以有形容词 可以由你的想象发挥 略续就不行 略续要省略尽可能多的形容词 不要带形容词 你就是把它的原因 结果讲出来就行了 不要你在那里卖弄你的文采 略续 比如说 前中书的夫人杨将 也是一个才女 她写过一个很著名的散文集 叫《干孝六计》有没有啊 《干孝六计》里面就讲了 经过她的笔墨 你就知道干部下饭 文革期间那种艰苦的生活 可是她却就用很平淡的笔调把它写出来 让人们记忆深刻 干孝在淮河边上 淮河经常发大水 一发大水 他们种的粮食就颗粒无收 所以说她宁可干旱 一不发大水就干旱 干旱就要靠鸡井来打水 抽出来来那个 那么他们旁边有一口鸡井呢 是三米多生 那个井水不能喝 很色很色 要到别的兄弟连队更远的地方 有一口十米深的鸡井 这个鸡井打上来的水就是甜水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喝的 这个深水 它没有碱性 就算是很好的了 它这里写的就是很详细 它这里就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很平静很冷静的 把一种苦难的生活 你看这个生活 已经降到了什么地步 就有一口深水喝 只要不涩 它就给它叫做甜水 而这点我们去临下 我初见作家代表团到临下 到临下的西海固去 西海固是全世界 最不适合人居的地方之一 那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 以至于我是99年去的 我回来了好多年时间 你们一到下雨 我自己就会本能地想 这个水怎么不下到西海固去 这里水一下就到东海去了 一下就流到海里去了 一点用都没有 可是西海固那边就没有水 这本书是中国神话传说词典 词典 工具书 他写作的手法一定是略序 他告诉你 阿斯玛 阿斯玛现在连香烟的品牌都有了 可见家喻户晓 电影也有了 他是沙尼族的一个农家的女子 因为长得漂亮 因为能唱歌 结果就被这个柴主 热布巴拉看中了 热布巴拉的父子都想拒他为己有 然后阿斯玛就和他的哥哥阿黑 两个斗智斗勇 跟热布巴拉父子 结果这个阿斯玛 后来就在 在躲避追 就是抓捕的过程中间 就失足摔到山下摔死了 就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这个阿黑就大声地叫着 他的妹妹的名字叫阿斯玛 就满山都印着回生 是不是 他就是这样子 传说就这么来的 他化为了山神 化为了精明 所以说回生 激淡不已 表示说他还活着 他活在人们的心里 这就是阿斯玛的 这个名词解释 第七节描写 描写的类型 从感觉的角度来划分 一共有六种类型 什么叫描写 他的定义就是用色彩鲜明 立体感强 生动形象的文字 把表述对象的状态 具体 生动的描绘出来 这就叫做描写 就是第七节的描写的第一大点 描写的类型的第一小点 视觉描写 视觉描写 奥地利作家茨维格的小说 一个女人一身中的24小时 写在这里了 他讲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到中年的 亨利爱太太 她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代表 她的丈夫 她十八岁时跟她丈夫结婚 两家门当户队 都是中产阶级 都很有钱 然后她为她丈夫生了一篮一旅 她丈夫经常带着她出去旅游 生活很美好 她生下了孩子 有保姆带 她根本不要带 连未来都不要喂 可是丈夫得疾病 一夜之间死掉了 她失去了丈夫以后 孩子也长大了 她心里非常空 她就跟着她丈夫生前走过的路线 她去走 有一次就走到一个赌场 她丈夫也去赌博过 然后就走到这个赌场里面去 坐在那里 想象她跟她丈夫一起 在这个赌场的情景 然后就看到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他做了很多的肖像描写 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大家族的孩子 他考上了这个外交学校 以后前途无量了 是不是啊 他的这个叔叔 就非常非常的爱他 非常非常的觉得 你为我们家族争气 就带他出去 去玩 玩的时候 这个西方人真是的 这个上梁不振下梁歪 这个叔叔带着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青年 又去妓院又去毒馆 这个小青年偏偏对妓院 不怎么感兴趣 可是对这个毒馆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什么呢 据说不会打麻将的人都是赢 等到学会打麻将的都是叔叔 是不是啊 我不会打麻将 听说是这样 这个男孩子跟着他的叔叔 第一次进赌场 就赢了一个 就是赢了一个一大笔的这个钱 大发财 然后他的叔叔就把他 哗了跟哗一样 添上去了 好了 这个孩子就染上的毒瘾 就天天去赌 结果把他继承的一个大专员 都赌光了 最后都输了 只剩下一条裤衩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 亨利爱太太看见了他 他这时候 他的视觉描写 这两只手像被浪潮掀上海滩的水母似的 在绿泥台面上死急的平躺了一会 然后其中的一只 记住是右边的一只 从指尖开始又慢慢 眷乏无力的抬起来 他颤抖着 闪烁了一下 转动了一下 畅畅悠悠 摸索回旋 最后神经正畅地抓起一个筹码 用拇指和食指捏 捏着 迟疑不绝地脸着 像是玩弄一个小轮子 忽然 这只手猛一下拱起背 活像一头野豹 接着飞快的一躺 仿佛唾了一口唾沫 把那个一百法兰的筹码 制到了下注的黑圈里面 讲这个左手 那只静卧不动的左手 这时如闻紧声啊 紧爆的声音 马上也惊慌不灵了 他直竖起来 我不懂这直竖什么样 这样子 慢慢滑动 真相是在偷偷爬行 挨拢那只瑟瑟发抖的 仿佛已经被干柴的一字 耗尽了精力的右手 于是两只手黄黄怂怂的 靠在一起 两只肘腕 那些手变成这个样子的 两只肘腕在台面上 无声的连连碰鸡 因为绿泥台面 碰的是没有声音的 恰似上下牙打航战一样 我讲亨利爱太太 没有 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双 能这样传达表情的手 能用这么一种近乱的方式 表露激动与紧张 这个 茨维格描写的大师 他最擅长的是用第二人称描写 全世界的作家中间 第二人称描写最成功的作家 就是澳大利作家茨维格 他后来法西斯统治欧洲的时候 他逃离了 他跟他的第二个老婆逃到了巴西 后来看到 没有希望了 整个欧洲都被希特勒统治了 他就跟他第二个太太 在双双服毒自杀 但是他留下来了很多的夹片 巨购 比如说有一本 他临死前写的一部小说 叫做《象棋的故事》 你们去找来看一下 《象棋的故事》 很多的版本 就以象棋的故事作为选本 刘洁的故事作为选本